杭中亚运女子花石流冰台湾选手洪晓晴 在6日的短曲与7日的长曲项目中 以总分94.38分带走金牌 为中华队添入第18金 另一位花华好手张志如也斩获铜牌 目前累积18金18赢28桶 共64面奖牌 超越上届雅加达亚运17金的成绩 前一天 敲牌混双团体赛金牌战 面对中国队 中华队最终以总分196比185.77 同样摘下金牌 女团部分则以0.9分差拿下银牌 卡巴迪台湾女子代表队 7日金牌战对上强权印度队 一路继战到最后 以25比26仅1分之差不敌印度队席吞银牌 不过仍创下台湾史上最佳成绩 而众所瞩目的亚运棒球金牌战 台湾与南韩队晚间6点再度对决 中华队由旅美左头林玉明先发 不过面对天后不佳 比赛有因与世过大提前裁定的可能性 中华队必须想办法在比赛前段 就取得领先 守住金牌 新唐亚太电视直前里 唐吉安整理报道 对方报道 众所欣赢的密码